台湾现在本土疫情已经快要逼近单日新增7万人染疫了 不过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严明 将松绑3加4G格条件改采类0加7 方向是跟确诊者同住的密切接触者 只要有打满3G疫苗再加上快筛阴性的话 就可以直接取代居家隔离 指挥中心目前也在研议相关的配套及细节 最快有可能在今天公布 不过专家对于类0加7其实是看法两极 有人认为这是不得不的方向 但疫情是否会因此失控的关键 取决于民众的防疫遵循度 也有专家认为现在要实施有点太早 恐怕会压垮医疗量呢 3加4居家隔离措施上路还不到一个月 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眼里要松绑居隔条件改采类0加7 新知方向是跟确诊者同住的密切接触者 找有打满3G疫苗再加上快筛阴性 就可以取代居家隔离 但对于后面7天的强度应该要采自主防疫 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 也就是外出前到底要不要快筛 则是没共识 但都不能聚餐聚会 不过专家点数不管哪一种 如果现在实施时间点都不对 我认为目前现在3加4可以等到比如说再过一个月 然后看起来等于疫情稳定 这个时候来考虑0加7 从住家人事实上就是因为阴转阳的比例是超过5成以上 是不是会进一步来挤压到这个医疗量能 就怕松的太快会压垮医疗量能 不过有专家表示赞同 认为走向相信民众自我管理是不得不的方向 但有没有这么多快筛试剂可以以筛代隔也是问题 前机管局副局长施文宜更点出 现在应该要集中火力照顾重症 对无症状或轻症患者应该大胆放手 全面取消居隔 甚至不用要求一定要打满3G疫苗 不过有专家分析最重要的是要调降新冠肺炎的传染病等级 降级为第四类 更质疑指挥中心上桌跟专家开会 正常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却一而不绝 根本浪费大家时间 又不具名的感染科专家直言 如果要说新冠流感话 那为何还要匡列隔离跟裁剪呢 如果要跟病毒共存也没关系 但政府应该说清楚让民众自主选择 针对内铃家其做法是否可行 还有相关配套就等指挥中心对外公布 记住你请见过来特别要懂